這個蛋下去 製作是什麼 10秒 屬於看10秒 再等一下 手不夠乾 對 我要把芝麻 裝到他的眼睛上面 這個如果有老花眼會很辛苦耶 對… 這個… 等一下 那個洞在哪 有熟嗎 真的有吧 有 好 好 謝謝 沒關係 謝謝喔 我們今天就是要讓挑食的小朋友 把營養都吃進去 沒錯 10分鐘便當料理 大家好 我是楊明威 哈囉 我是凱希 歡迎收看 這樣做最友情 今天讓我們有一個任務 我們要來聊聊 怎麼樣對抗愛挑食的小孩 就有人之前有看過一個報導 就說為什麼大人不會挑食 只有小朋友會 是因為大人 非常有道理 對啊 像我們家的是姊姊跟弟弟 那姊姊他只是吃菜 不吃肉 然後而且他只吃 花椰菜跟高麗菜 他是西洋人是不是 不是 很特別 只吃菜 沙拉 他們在更小時候有吃魚 可是後來都不喜歡 然後弟弟是只吃肉 而且他只吃牛肉 我小時候超級挑食 我媽要我吃飯我會哭 然後我會跟他說飯很苦 不想吃就會說謊 然後我就一直被我媽打這樣子 因為我都不吃飯 然後我什麼都不吃 也不吃蔥 也不吃肉 然後都不吃東西 但是我現在長大之後 我完全不挑食 我現在什麼東西都敢吃 真的喔 而且我還看過 我跟我朋友出去 他帶他小孩 然後他小孩就不吃 他就一個一個這樣 幫他挑耶 這會有點想扁他 是沒錯 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讓這些挑食的小朋友 把營養都吃進去 沒錯 我們要把它巧妙地加到料理裡面 讓他們發現說 欸 沒想到這裡面 居然有不喜歡吃的食物 可是怎麼那麼好吃 對 所以今天非常重要 我們今天也有一個比賽 什麼比賽 就等等我們要做的料理 你會先看一下我們的食材 然後在料理的過程當中呢 知道你在做什麼 對 你就可以猜我做什麼 那我們在料理的過程中 哪一位在最快時間內猜就獲勝 好 那輸的人就是要喝檸檬汁 由你先開始囉 是我開始嗎 你先打頭正囉 我們做十分鐘便當料理 開始你的表演 對 先準備雞肉 然後米酒 蛋 洋蔥 還有一點點薄拉皮 還有準備我們的 淡淡的醬油 跟薄鹽湖底油膏 目前這樣看我是 看不出來你要做什麼 熱鍋以後 要煎雞肉嗎 你可以給我一點提示嗎 這道料理難易度 一到五的話再可分 對我來說可能是五 這麼難 對啊 是什麼那種 先煎雞肉 有沒有 但先煎這個雞肉有個小技巧 雞皮朝下 就會酥酥脆脆的 對 我是 它現在有點激動 發爐了 對 我本來想說在做菜過程上 跟你聊天 但我怕你好像 不會 我可以 你可以嗎 可以 好 我現在把這個表面 金黃色下 洋蔥 半炒一下 什麼料理用到雞跟洋蔥 很多 對 半炒一下 然後加一點這個是米 米酒 讓它香氣跑出來 米的味 米的味 你是會怕火的人嗎 我不怕 那你只用手炒 你感覺 因為我剛看你有點這樣子 你看我這麼早結婚就知道 我是一個 玩火的人 玩火的 這不是我說的 好 味 對 這加味菱 哇 好 那個洋蔥 那個甜味 超軟就好 好像可以耶 加水 加水 碗這個步驟十分的緊湊 對啊 因為十分鐘之內要煮好了 你會在十分鐘之內 還沒有猜到我要做什麼 還沒有對不對 還沒有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 對 我們來調味了 首先我要加蛋 蛋的醬油 好可愛的名字 它就是專門可以加在蛋上面 因為它有昆布跟柴魚的甘甜 吃起來不會很死鹹 小朋友一定超愛 其實我發現我加好像這罐 真的嗎 因為我爸很喜歡煎荷包蛋 然後每次煎完荷包蛋 它就會 加這個對不對 它配蛋超級合適 因為它有點鮮味 因為我覺得如果配蛋 跟配別的應該也可以 還有這個 薄鹽釜底油膏 你知道這個字面上的意思就是 它是薄鹽 不死鹹 對 所以小朋友也可以吃 而且這個薄鹽釜底油膏 它經過六個月 也就是一百八十天 量子而成 不過膚質無添加任何東西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過敏 但吃這個就不夠了 我現在煮滾以後 蓋起來兩分鐘之後 再加個蛋 你有沒有再加了一點水對不對 是嗎 這可以講出來的嗎 可以嗎 可以吧 可以小朋友 等一下 等一下 水量要再勾一點點 沒錯 先把這個蛋打一下 好 打蛋 那小朋友長大有就要不挑食嗎 還是會某個年齡層特別 它有一點意識之後就開始挑食 因為很多那種寶寶粥 你可以所有東西都家裡面 那你餵它吃它吃不出來 可是當它開始有接觸到 不同的東西 或它有點意識以後 就會越來越挑食 對 或它連顏色或什麼都會不挑 那你們會強迫它還是沒有 就讓它隨上去 因為我覺得吃飯是一個 很快樂的事情 所以不要 不要給它壓力 對 不要 對 它會覺得讓它很害怕吃飯 好 我們現在來轉小火 來 開蓋子 看它有沒有熟 很香耶 很香耶 那個醬油一下去什麼不一樣了 好像可以 確認它的熟度嗎 很嫩耶 雞肉真的確認就是拿一個筷子拉 穿過去 每一個我都穿過去了 來 大火 先來大火收汁 先來加蛋 這個蛋下去之後 這之後是什麼 蓋起來快 10秒 屬於看10秒 你該不會已經快做完了吧 3 然後我還沒猜到嗎 5 6 7 8 9 10 可以 再等一下 好 這剛剛沒有收 收不夠乾 對 我覺得你有可能會失敗 因為你等一下收汁的時候 蛋就會超熟 蛋會超熟 不會 不會 可以 完美 我好像有一點點想法了 你要舉手 我要舉手是不是 對 要舉手 可是你做得有點不像我 印象中的食物 沒有有點像 有點不太像 我有點不太敢猜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要舉手了 青子丼 那個 稀飯版的青子丼 這個要點綴 你剛剛煎的這個布拉魚 對 看 一人而已 如果小朋友不吃蔥 可以不要夾 完成了 不錯 好 你剛剛的時間是九分四十九秒 這麼久喔 對 但我這一道呢 是不是非常多的食材 我相信你現在一定非常的confused 是什麼對不對 因為 琳瑯滿目 來一個一個來介紹 對 這是泡水鍋的菜脯 然後還有蝦米 蛋 飯 然後這是欣欣腸 小番茄 還有非常多的蔬菜 像是 都是小朋友不愛吃的 小朋友比較怕的 花椰菜 然後海苔 還有這一道我會用到的也是 柏妍胡迪有高 我的靈魂人物 好 跟我剛剛用的一樣 沒錯 對 那我就先開始了 好喔 好 我現在呢 第一個步驟是 我先來熱鍋 接著呢 我要把這個泡過水的菜脯跟蝦米 進去拌炒 再加募蝦米 還有我們的靈魂人物 柏妍胡迪有高 我們要來 一湯匙一下就夠了 經過一百八十天釀製而成 沒錯 而且它是天然的黑豆 裡面沒有添加任何 焦糖色素 沒錯 無膚質 是 所以小朋友吃惡也不怕苦 一匙就夠了 對 一匙就夠了 好 我幫妳吃 好 我來一匙拌炒它 把它炒香 很香耶 對 應該OK了 很香很香 聞到了 好 我先把火關掉 那我要拌到我們的飯裡面囉 好 拌進去是不是 有些人可能小朋友會怕說 它那個菜脯會很重 所以我們是有先泡過水的 對 把它的味道稍微降低一點 我幫妳拌嗎 對 要幫妳幫我把它拌均勻 對 這還沒完成 這是不是可以直接吃了 可以 因為它其實熟的了 來 裝起來 對 其實這個很簡單 因為現在市面上有很多這種 輔助的道具啊 是 其實這個料理呢 也是我朋友的獨門絕跡 因為他家小朋友不喜歡吃飯 所以他就會利用這招 然後讓他的小孩子就是愛上吃飯 有一個很重要的那個關鍵步驟 我等一下就會示範給你看 妳是不是不知道哪一面 我是不是加太多了 好 沒有 沒有 不會不會 我要先把它壓住 壓住 喔 Yes Yes 米餅 好 打開之後呢 哇 超美 有沒有 這個又是那個啊 浴飯糰啊 然後直接這樣推出來 這個便利商店都有賣的 對 是不是 而且料多又營養 然後接下來呢 有一個步驟就是 來 阿衛請幫我一個忙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非常 妳要刷它是不是 關鍵的步驟 就是我要把這個 這樣說嗎 無底油膏 保鹽無底油膏 刷在我的這個飯糰上面 然後我要再讓它回去 鍋裡面 乾烤它 它就會變得 乾烤是什麼意思 乾烤就是不用用油 然後直接放在鍋子裡面 讓它加熱這樣 它就會變得很脆 有點像日式烤飯糰的感覺 看起來就是 天然的琥珀色耶 它沒有添加那個焦糖色素 不會太甜 不會太鹹 台語言太爛了吧 不會太甜 不會太鹹 好 我們先進去乾烤它 然後火開小一點點 讓它的那個外表呢 焦香焦香的 不通常小朋友看到這種形狀都 會很喜歡 對 會很興奮對不對 你看有沒有 它表面已經 焦了 焦香焦香了 所以它等一下吃起來會 有脆脆的感覺 這是烤飯糰啊 對不對 好 我們把關火 你看它放在 幫我拿這個海苔好嗎 好 不知道為什麼 我剛剛看那種 YTI什麼 只要有戴手套做什麼東西 都看起來很專業 好 我們直接把它放上去 而且你看看起來很專業 把它放起來 好 我們就這樣 就可以了 好像日式的感覺 好 我們放進去 好 這只是其中一道而已 接下來把它放在中間好了 因為我等一下旁邊會有別的 對 我要來證明 我其實以前是會下廚的 所以我要打蛋給你看 因為我之前去上料理節目的時候 有被稱讚說 我懂了 就是 就是那個手術很快 因為我小時候 我都會幫忙那個煎蛋 煎蛋 就是要說要有一點這種 泡泡的感覺 這個部分我會讓它做成炒蛋 因為要做炒蛋嘛 所以我們要 趕快拿它 對 拿它 快 快點 快點 它要焦了 它快是不是 對 好 它已經叼住了 還好 還好 那個地方我不會用 好 這個直接放到裡面 好 是不是 有熟嗎 那有吧 好 有 好 然後把它放過來 放在這邊 好 好 謝謝 沒關係 謝謝 等一下 補底 醬油 刷一點點的上去 所以這個 提味 對 它就會吃起來 那麼無聊 我要來煎 最可愛的小香腸 那其實它切的方法非常簡單 我來教大家 切一個十字就好了 它就會有四個角這樣 煎一煎它變硬之後 它就會自動 你看它就會自動 打開是不是 對 它自動打開了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們要來裝飾它 在它上面搓兩個洞 我要把芝麻 裝到它的眼睛上面 這個如果有老花眼 會很辛苦耶 對 對 對 你真的還 這個 瓜 我成功 我成功給你看 你看 等一下 那個洞在哪裡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跟你講 這就是媽媽的偉大 有沒有 真的耶 看了都會哭有沒有 有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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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了 超小的耶 你握著都很 太小了耶 太小了 放在這邊 很可愛 然後旁邊有沒有看到 非常多蔬菜 這些蔬菜都已經燙過了 可以啦 放進來 很均衡有沒有 再來這個秋葵 我覺得很特別是因為 它本身切開 就是有點像那種 星星的形狀 所以我覺得用來裝飾 也是非常的漂亮 可以直接把它放進來 完成了嗎 完成了 我的 我的 欸 你是忘記猜 欸 對耶 輸了 輸了吧 因為我應該做了很久了 不是喔 我剛剛太專心聽了 好的 這就是我的料理 日式烤飯團便當 好 我們要來試吃了 妳先呢 我先吃我的 好 好 怎麼樣 嗯 好吃耶 因為它有脆脆的 然後它那個 太薄的味道好香 好喜歡 我覺得它那個醬油 高的味道剛剛好 有點像 有點甜甜的 然後 對 那就不會太甜 而且它因為它有點鮮甜 它跟那個海苔配在一起 而且它是脆脆的 很酥 好 來 很不錯耶 來試看看你的 好 我先吃一個 蛋加布拉雞 非常濕潤的青子丼 淡淡的醬汁 好吃耶 好吃好吃 那個醬油真的太厲害了 它這個真的很適合小朋友 因為它不是那種 醬油的死鹹 對 它是甜甜的 對 它是甜甜的 對 它是甜甜的味道 然後再配上布拉雞 有點脆脆的這樣 因為布拉雞很多鈣質 所以小朋友這樣吃到這個 又可以把鈣質啊 什麼營養都吃進去 然後醬油的甜味 讓那個雞肉的鮮甜更出來 就是大人也會喜歡吃的 我喜歡 那兩道我覺得都還滿成功的 嗯 我覺得這個醬料實在是精髓的 是 我自己使用的這個 薄菸胡迪醬油膏 在全聯你就可以買得到 淡淡的醬油在加樂福 你就可以買得到 耶 今天是非常成功 對 下一集請繼續收看 等一下 你是忘記了 忘記什麼 你剛剛沒有猜我的那個題目啊 所以你要禁懲罰啊 也太 這個帥杯也太大杯了吧 這個可能很濃縮耶 你平常有在喝上沒關係吧 但這是很大杯的 我超害怕他的 我要跟大家爆料 我第一次認識他是在一個朋友家 然後他就帶了一罐酒來 他就說大家要喝啥 然後他就開始訂鬧鐘 三分鐘喝一個 然後 三分鐘 九分鐘 然後那個鬧鐘就一直想 然後就一直擠我們喝 然後到最後根本沒有個興奮 你看他很會喝啥 OK嗎 好 你不是不怕酸 暫時滿酸的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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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還有非常精采的QA 先來問第一題 好 這個有一個台灣還有一個諺語 叫做 黑甘仔茶醬油 請問是什麼意思呢 它是一個邂逅 就有看不出來的意思 為什麼 因為醬油放在罐子裡面 黑的 黑的罐子裡面 裡面 看不出來 就是這個人 黑甘仔茶醬油 看不出來 就是他身體很漂亮 但是裡面都拍的這樣 不是看不出來 這麼厲害啊 這麼厲害 好厲害 濃厚的意思 有時候就表示 它就是 看不出來 對 也是 吃沙漢的意思 接下來第二題是非常專業的 請問一下 好的醬油要如何分辨呢 就是要看標示 你要看它 第二個就是要看 這個我很懂 跟喝酒的道理一樣 因為它純釀造的醬油 泡沫很綿密 而且你搖過以後 它的泡泡味很久才會消散 不容易散開 不是天然的話 它泡泡會很大 然後一下就沒有了 OK 然後第三個就是看 琥珀色 這我們剛剛節目一起有提到 就純釀造的 你用在光下面照的 它是一個 色澤很均勻的一個琥珀色 沒有焦糖色素 對 如果有加色素的話 它就會比較黑 所以天然的是模仿不來的 今天的醬座最有型 我們分享了兩個 我覺得外觀跟內容物 都非常豐富 讓你家挑食的小孩 也會因為這樣子被吸引 像你兒子不吃雞肉嘛 對 我就去做雞肉 跟不來的料理 這道給他吃 他一定對你改觀 對 那你這個愛心便當也很棒 日式烤飯團 對 因為有些不太吃飯的 小朋友就可以來嘗試看這道 然後又漂亮 還可以帶出去學校 跟朋友宣耀 沒錯 所以下一集 一定要繼續收看 可以得到醬料的知識跟做法 我們下集見 掰